李洋,你的手因为常年老鼠,受伤已经很严重了,必须去县里的大医院尽快治疗,否则会残废的。 不了,去大医院需要挺多钱的。 还是再帮我拿一贴止痛膏吧,我贴贴就好了。 你还年轻了,一定要保重身体,好好休息。 来,下一个。 这晚父母死得早,都说长胸如腹,硬是靠自己一个人把弟弟妹妹拉扯大。 是啊,听说他成绩还不错,很有机会考上大学的,希望他考上吧,毕竟这也是一条出路啊。 大哥,你的手怎么了? 改一下,你看,这不好的吗? 我们还是先干活吧,早点干完,早说过。 好。 大哥,我肚子不舒服,是上座走去了。 一天天,不是搬砖就是捡垃圾,累死你们都是活该的,我以后可是大学生,这种又脏又累的活,我才不干。 李玉,这个有你的邮件,你赶紧拿一下,邮件,你就是我的路级通通说到了。 大哥,二哥的每到干活时都找借口里,自明就是偷懒不想干活啊,对了,大哥,你刚好顾分子了,你有把我考上大学吗?嗯,可以的。 根据顾分,我应该可以考上一所很不错的大学。 那太好了,大哥,你以后就是大学生了。 我终于考上大学了,终于可以离开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了。 真没想到,大哥在平时搬砖工作,竟然还能考得上大学,而且考得还比我好。 不过,二哥应该也能考上大学。 但咱们家光靠你一个人赚钱,只高一个大学生已经很难了,怎么能够得起两名大学生呢? 没事,大哥会想办法的。 咱俩,咱俩跟你攻不起两个大学生。 大哥他学习比我好,要是他在赚钱,肯定会自己去上大学,不让我去的。 谁也不能阻止我去上大学,你是大哥你,行不行。 阿玉。 阿玉,你站在这干什么?怎么不过去? 没什么。 对了,大哥,你看,刚有人送来邮件,我考上大学了。 可以啊,你小子。 对啊,二哥,通知书就一份吗?大哥的呢? 我怎么知道? 通知书这种东西,没考上不就没有? 大哥他平时不是班砖,就是捡垃圾。 你能考上大学才怪,怎么会有啊? 大哥,我现在可是咱们老李家第一个大学生。 以后可是要出人头地,光宗要组的。 爸妈让你告诉我,你可一定要送我去读大学啊。 不然,就是对不起死去的爸妈,就是不孝子。 大哥,大哥也就比我们大不了多少。 他养活我们一家人已经很累了,您怎么能这样说他呢? 我不管,我就是要去读大学,就算你们卖鞋卖肉,都得共管。 我现在就去把工钱结了,免得你们到时候不给我。 大哥,二哥他真的太过分了,自己不干活赚钱,还一直吸引你的血。 大哥,你这么优秀,考上大学的要是你就好了。 可能这就是命吧? 小妹,你先回去,二月的学费还差一些,我再去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尽快凑够。 去吧。 小妹,你先回去,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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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张公 李洋 干得不错 我看过你 你要有想法的话 跟我一起去大城市 大城市 是啊 只要你有本事 大城市 遍地是黄金呀 好 有机会我会去 太好了 这些阿月的学费 终于凑够了 小妹 这是阿月的学费 等她回来了 你交给她 大哥 二哥的学费 你已经攒够了 你为什么还要出去打工 咱们家里穷 虽然阿月的学费攒够了 但你没几年 也要读大学了 我只有出去外面打工 才能让你和阿月 更好的读书 不是大哥 我舍不得你 还有温然姐 你走了 她怎么办 等我赚够钱了 我一定会回来娶她的 哎 走不走了 我这儿整着呢 大哥 二哥他真的太过分了 昨天到现在一直没回家 现在你都要走了 他也不来送你 小妹 我不在的时候 你要照顾好自己 我走吧 小妹 阿月 你们放心吧 大哥一定不会辜负爸妈的头发 让他们成才 大哥呢 大哥为了我们 出去打工赚钱了 不是 他忍走了 那我的学费怎么办 这是大哥提早贪黑给你赚的学费 搞什么呀 这点钱也不够啊 之前我跟大哥赚的钱不是都在你那吗 怎么会不够 小妹 我可是要去读大学的人 不买点名牌衣服跟鞋子 来学了可是要被人笑话的 怎么样 二哥这身衣服 帅气吧 米玉 你还是不是人了 是大哥的血汗钱呀 我才不赖那么多 现在我学费不够了 找不到他 我就找你 就知道他已经会给你钱 我拿出来 这是大哥给我的收货费 你放手 呦 钱还不少 好快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大哥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 我 你不是我看吗 大哥不关你 那能不能我也不关你了 有意义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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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恭喜您 集团已经成功收购了金海资本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厦第一集团 您也成功成为了大厦最杰出的青年企业家 大厦最杰出的青年企业家 那只是人情风光大了 谁又会知道我背后的奸练 甚至 我因为保密协议 已经十年没有和阿月跟小妹联系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样 这 我让你做的事情怎么样 暑假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把江宁家乡牛头村 搭展为旅游度假村的项目布置了下去 目前呢 苏氏集团老板苏建业 正因为此事在请求我们把项目交给他来做 可以 告诉他 只要他能把改造挪托村的项目做好 我李氏集团不会亏待他 是 我们回去吧 既然老板 合脑 你想你 你快回来 师长 今天是您一锦怀香的日子 怎么不穿得盲重点呢 我是从小山村出来的 现在回到家乡 这样的穿着更能让我显得轻松 停下 你们就在这儿把我放下吧 在这儿 定乡情窃 让我自己慢慢走进去吧 再说了 我们这乌泱泱这么多人 我怕一下子向到阿约和小妹 正好四天也准备好了 给我们的签约仪式 还有欢迎晚宴 那我先过去看他 晚点再来接你 是小妹 小妹 小妹 我 大哥 大哥是你嗎 大哥 我不是你嗎 你終於回來了 你的眼睛 陳秘書 您說您現在就要過來 董事長也親臨 好的好的好的 陳秘書您放心 我已經準備好了 太好了 好 這次 董事長也親臨 要來親自參加我們 領事集團的簽約晚宴 董事長也要親臨呢 什麼 你的意思是說 李氏集團那個極為神秘 神龍劍勢不見為的董事長 他也要親自出席 沒錯 像李董事長 可是像大火一樣 你們蘇家要是借死 能攀升李氏集團 那可就一飛衝天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哎 牛頭村一直在混亂 要是因為這事兒 沒能和李氏集團合作成 你可要吃不了多的走 我也沒辦法呀 那瞎子王主 真是不把他妹妹 看著我 我也不能強彩了 啊 李月 你最好給我一個 蘇董 那又是把一個窮金錢 那不是我妹妹 我管他到底是不是你妹妹 我給你一個小時啊 一個小時之內 那個破房子給我拆了 我給你順序驚喜 你 要是拆不了 你就給我滾蛋 我明白了 老浩 和李源一起去 這事情要解釋 啊 啊 什麼 你說 你說你的眼睛是阿悅弄下的 不只是這樣 這十年來 二哥他從來就沒回來看過我 就連村里說你秒無應許 十年未歸 已經死了的消息 都是他傳出來的 不會的 阿悅 阿悅他不是這樣的人 大哥 別人不了解他 難道你還不知道他嗎 他根本就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 當年你為了他的尋廢 老苦老累 可他呢 整宿整宿的不回家 他這種人是沒有良心 我聽說他在蘇氏公司擔任主管 發達了 更是罷不得跟我們這些窮兄妹斷絕關係 蘇氏公司 小妹 你別傷心 阿悅 畢竟是我們的知情兄弟 我們之間可能有什麼誤會 我正好和蘇氏公司有個合作 到時候見到他 應該就能說清楚了 那幫混蛋又來了 你 是暴力拆遷的人 他們一直想拆掉我們的家 大哥你怕進去 小妹 不好對我這個殘疾人怎麼樣 但他們看到你一定會傷害你的 小妹 就這破房子啊 讓我們蘇氏家的施工隊停擺一個月啊 黎月 這碗車機我給你弄過來 今天要是拆不了這房子 我就幫你拆了 啊 您放心 今天這房子呀 我一定給您拆了 可以動手了 來啟動機子 行吧行吧行 不求 你不能拆我家 你個死下子 當我老了這麼多人 哼 我不能拆 那他不能拆 小妹 拆房子的事情是我允許的 你不能做完 這聲音 你是大哥大哥 你終於回來了 你聽我說大哥他 別給我提什麼大哥的 他當年出去打工 早就被人拆子賣 死的不能再死 你和我提他還有意思嗎 不 大哥大哥他沒死 大哥他 夠了 夠了 你只能聽到關於那垃圾的任何事情 放棍開 別耽誤產線 大哥 你怎麼能罵大哥是垃圾 當年爸媽過世 是他一個人養活我們的呀 還有你上大學的學費 都是他拼命賺錢 他不是垃圾 這麼說我還真的謝謝他了 幾千塊錢跟要了他的命一樣 我告訴你 大學是我自己考上的 這些年沒有他我照樣過的很好 什麼 我不跟你費你多話 這是拆遷合同 簽了字 就三十八 讓你給我簽了字滾蛋 不我不簽了 這是我家 我不簽 你簽了是吧 簽字這是一個理程 今天這房子吧 必須拆 不住 住手 住手 誰啊 楊 沒死 累了 阿月 我讓你照顧小妹 你就是這樣照顧的 你還想帶人把我們的家給拆掉 你是要我們家過人亡啊 李月 你這窮情你還真是多啊 先是一個眼瞎的妹妹 然後又來的生活屁道多 你少拿這種口吻教訓我 你口口聲聲說 讓我照顧小妹 結果呢 把我們拋下自己當了縮頭烏龜 十年了 你連一句問口都沒有 哪來的資格跟我說三道四 阿月 這十年我沒有回來的確是我的錯 可是我也有苦衷啊 你有個屁的苦衷 我 你不就是打工賺不到錢嗎 出去混了十年 還混成這個 而我啊 現在可是蘇氏公司的主管 年薪五十萬 你拿什麼和我比 看來我當年撕掉你的錄取通過 我自己去上查學 是最正確的 陳秉書您好 歡迎您的到來 您好 陳秉書您不是說董事長也來 怎麼沒見他人呢 董事長他私相信切 幫李宣下車回去看看 難道這牛頭村是董事長老家 不然你以為董事長 為什麼要花費大量資金來開發牛頭村嗎 原來如此 看來這是我攀上董事長的意思 也不知道阿浩他們處理完了沒有 千萬不能因為這個瞎子 耽誤我和董事長的合作 什麼 你當年撕了我的錄取通知書 沒錯 實話告訴你吧 當年你不僅考上了大學 而且考得還比我好 但誰讓家裡窮呢 可我只能崩得起一個大學生 那哪個人只能是我 所以我就把你的通知書給撕了 大哥 大哥對我們這麼好 你怎麼能撕他漏取通知書 那是他的希望啊 人不畏己天誅地面 他想上大學難道我就不想了嗎 家裡的錢都是他賺來的 到時候他不讓我去上大學 那我怎麼辦 你混蛋 大哥當初本來的一人就是讓你去上大學 瓜哥 咱們家真的共得起兩名大學生嗎 實在不行 就讓阿一位去上 比起他一直都停下轉大學 國晚一年沒關係 可是大哥 你之前為了照顧我跟二哥 已經主動留級一年了 這樣真的好嗎 是的 當初大哥本來的一人就是讓你去讀大學的呀 阿月 你想上大學完全可以和我說 但你不應該撕了我的露水通知書啊 屁的和你說 立揚 你現在倒是一副做大哥的樣子 大意靈感 但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你不就是看在我是蘇氏公司的主管 自己是個他氣 賺不到錢 想討好我 攀關系嗎 立揚 你也就是這個人 我就這點出息 你想討好你 想和你攀關系 阿月 我告訴你 別說你這年薪五十萬的高果 就算是你口中那所謂高高在上的 但我眼裡也根本不算是 廢物點心 居然敢跟我們蘇家做的呀 看你誇到的不太煩了是嗎 你瘋了吧 是一個連大學都沒讀過的垃圾 你憑什麼看不上蘇家 你別胡說八道啊 就憑我是理事集團董事長 時候也差不多了 該出發去接董事長回來參加晚宴了 陳秘書 我有一個小小的請求 你說吧 我對咱們理事集團的董事長啊 神往已久 卻一直沒有見過其本人 不如讓我去迎接董事長 這樣也方便 我向董事長匯報工作 您看如何 行 那你去吧 謝謝陳秘書 謝謝陳秘書 胡瓜 你跟董事長 就憑我是理事集團董事長 大哥 你真的是理事集團董事長 嗯 小妹 這十年我建立了理事集團 這次牛頭村改造生日遊村的項目 也是我的主 不過 我當初也只是交代 要把我牛頭村的房子修繕一下 盡量保留原有的氣息 並沒有時候要搶拆 可能 是蘇家誤解了我的意思 不過不要緊 我等一下親自跟蘇家你說就 小妹 你放心 咱們家 拆不 這 這怎麼可能 阿遠 你太急功盡力了 所以你當初才會把我的錄取通知書撕掉 不過事情過去這麼多年了 我也看開了 只要你肯改正 作為大哥 我還是可以既往不救他 至於小妹 你也別擔心 我是找全球最頂尖的人 和醫院 給他做的 小妹也一定會沒事 以後 咱們三兄妹 就像你朋友一樣 偷的相處下去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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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麼做 你沒事吧 大哥你怎麼了 你沒事吧 我沒事 叔叔 你這是幹什麼呀 幹什麼 你要清楚 是誰在給你錢 誰給了你至高無上的權利 是蘇氏公子 是蘇家 一麥九 至於他 李氏集團董事長 吳雅元你們仨都姓李 就可以跟李氏集團關 我們李氏集團董事長 可是大廈最傑出的青年企業家 他一個連大學都沒上過的垃圾 居然敢冒充本心 騙我 阿玉 我真的是李氏集團的董事長 夠了 你們幾個垃圾 小子讓我唧唧歪歪的 李月 他侮辱我們蘇家 侮辱了李氏集團董事長 最無可恙 你既然想跟他提關 別怪本事不給你驚 只要你拿這塊抓 我還想他的呢 我就可以承認你跟他沒有關係 我還會替你向李氏集團董事長去 你說 你說我 那我 那我 還有多久到牛途村 十分鐘 不行 第一次迎接董事長 這就不能帶了 三分鐘之內 一定給我趕到董事長前面 是 拿著 蘇手 你這鑽頭下去 可是死人的呀 他死了又怎麼樣 他冒忠李董事長 死有餘辜 既然你那麼在乎你這個廢物 你看你的前途也別要 你不僅生不了職 我還得開除你 不要蘇手 蘇手 蘇手 我什麼都聽你 求你不要開除我蘇手 阿月 男兒欺下勇 你別怪他 你給我站起來 廢物 我看你的嘴硬到什麼 李月 前途跟兄弟 你選一個 哈哈哈哈 看了吧 我 我選 五哥 你難道真的要因為一個工作 連大哥都不要了嗎 你們可是親兄弟啊 阿月 你不要做傻事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逼我 讀大學的時候逼我二選一 現在我好不容易更做了 好不容易的擺脫你了 又要逼我二選一 為什麼要逼我 你為什麼要回來 你死在外面 我們家就沒有這麼多事 我就可以生成恰心 小妹 小妹 小妹也會獲得三十萬的捕捉 你為什麼要回來 你死在外面 才是我們一家人最好的歸宿啊 你為什麼要回來啊 大小如褲 爸媽把你們託付給我 我就一定不會拋棄你們的 大哥 爸爸媽媽走了 你以後不要離開我們好嗎 放心吧弟弟妹妹 大哥永遠都不會離開你們的 但是隔壁小生送來的機 哥不愛你 你們是 不要再說了 大學 哈哈哈哈 你不是讓你砸嗎 媽媽不砸 你今天要是不砸 我不僅要開除你 我還有聯合全橫葉豐殺你 讓你流落街頭 不要 不要 阿玥 有些事 一旦做了就沒有辦法再回來 你確定要對我動手吧 我已經回不了 你不要怪 我真美的血 住手 宿 叔 宿總 爸 你在這兒 您不是應該陪董事長嗎 你知道個屁 这牛头村是李董事长的老家 现在董事长 在村里正看望亲戚 你们倒好啊 要是挖掘机又是 这要让李董事长看到 我们苏家跟李氏集团的合作 就慌了 爸 你的意思是董事长在牛头村呢 还愣着干什么 快把挖掘机开走 好 爸 你说 这个人不会是李董事长吧 啊 他叫李洋 是李约的哥哥 没说自己是什么 结婚董事长 苏建一 你竟然敢强拆我家的房子 我李氏集团就是这么教你做事的吗 我叫唐青 代表项目部门 欢迎董事长的前代事 你就是集团监管牛头村改造项目的负责人唐青 董事长这次呢 想跟苏家合作的不只是牛头村的项目 这是合同 你先了解一下 后续还是会找你来监管呢 苏家知道了 董事长竟然还有项目要和苏家合作 要是我提前把这份项目书交给苏建业操作一番 说不定能从苏家身上捞到更多回客 看来我要去趟牛头村呢 你说你是李董事长 你干嘛骗谁呢 你这浑身上下夹起来 还没老子一根皮蛋跪 他真的不是李董事长 他当然不是 虽然我没见过李董事长 但是想也能想 像他那么优秀的人 那是何等其干 他又是李董事长 他弟弟妹妹还会过得这么久 尤其是他弟弟 还给咱们苏家登岗 你 说他对 不要废话去 我们差点让你骗 好 既然你们苏家这么嚣张 那牛头村的项目你们也别做 为什么 苏总 唐总监 你怎么来了 苏家主 恭喜 我们李氏集团的赌场非常干 不光让你接手牛头村的项目 还准备在以后的项目上 继续跟你苏家 唐总监 说话当真 这份项目书 可是我项目部的机密 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 能来提前通知 我明白 我懂 还请唐总监放进 我苏家书 我苏家书有三成 一分钱不少你干 还是苏家主上当 你竟然敢当着我的面 选思 你难道不知道这份项目书只是暂定 你哪来的权利指定苏家 苏家主 算怎么回事 唐总监 稍安不少 李昂 这位是李氏集团项目组织 唐星 唐总监 你刚才不是说 我苏建业不能坐着你来 现在我苏建业不光 我还能跟李氏集团继续合作 更加重的一个垃圾 他说的不错 这份项目 你苏家 坐不留 撕毁我苏家的项目书 李昂 你都干了些什么呀 那个时候了你还要和苏家作对 你疯了吗 黑耳朵 你就会得罪苏家 你给我毁了我的前途呀 阿渊 你跟着苏家 这会让你的人生越走越往 他们给不了你前途 我不需要你叫我做事 我明白了 你就是冲着我来的 你怪我当年撕了你的路去通知书 你现在就想毁掉苏家和李氏集团的项目 报复我 阿渊 你发起很大的胆子 你知道你亲手撕毁李栋 是让颁发了凶属费什么样的价值吗 我撕了我自己的相机 能有什么相机 反倒是你放心 身不不总监 不好好监管相 贪脏王 你已经被告知了 小子 小子 你死到临头了还不敢相争 那老子就撑起你 那 那 既然你们不相信我是李氏集团的董事 那我就亲自让人过来 想 这 我相信你妹 没关系 哎 你动手 你跟我住手 你跟我住手 李洋 温然 李洋 师傅听一下 温然 你怎么来了 可不可以不告诉我一下 那我给你的生活 还有这些年不存的钱 你拿着不少 不要拿着 温然 我一定会回来娶你 我一定会等你 你终于回来 温然姐 思雨 他们没有欺负你吧 我没事 史大哥一直在保护我 就算你们苏家再世的 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吧 小美女 大家挺漂亮的 你谁啊 不照 对秦温然 不过是李洋十年前 私定中生的小媳妇吧 私定中生 这不就是癞蛤蟆配天鹅吗 秦温然 你说李洋他 能满足你吗 你 咱们女士 既然你那么想去 给你 哦 只要你愿意陪我一晚 我就可以靠一靠 苏浩 果然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你居然敢打他的 我看你是在找死 我好害怕 李洋 你你越是这样讲 我越是要玩你的 我还要当着你的命 你能拿我怎么样啊 秦温然 你要是敢不陪我 我就敢命 果然姐 你千万不要听他们的 他们都是一心流氓 你要是听了他们的 你这辈子就毁了 这辈子就毁了 李思雨 你说错了 李洋他就是个废物 而苏浩 可是苏家大少 不知道多少美女排着队 等着跟苏少吃香的喝辣的 秦温然跟着苏少 真是最正确的决定 你竟然让大哥的未婚妻去陪别人 你还是不是人 我这是为他们好 闭嘴 我再敢说 我打断你的腿 李洋 只要你让你那女人陪我一 你之前所有的事可以一笔勾心 这么好了买卖 你上哪找啊 好了好 董事长还在村子里边 别整那有的没的 让董事长看到不好 但得罪我苏家 不得不罚 让他把衣服 去世成罪 听到了吗 赶紧给老子拖 要不然 我可要亲自上手了 赶紧给老子拖 要不然 我可要上手了 不 你们不能这样 你们这样是犯法的 秦温然 你是在说笑吗 在整个海城 扶了李氏集团 就是苏家最大 你竟然敢和苏少谈法 在这里 苏少的话 就是最大的法 就算他是苏家的少爷 那又怎样 又怎样 你不能 我李氏集团 剩他们苏家一走 我就不信 他们苏家 敢在我李氏头上撒野 李氏 你又想说 你是李氏集团的董事长了吧 哎 我以前就怎么没发现 这么爱吹牛逼呢 一口一个李氏集团 搞得李氏集团 真的是你的一样 笑 秦温然 宗少刚刚已经都网看一面 你还默默唧唧的干什么 赶快错呀 你是想害死自己 害死李扬吗 我 不然 你别听李月那个臭事说的 你 李氏 秦温然 这一拳我只是警告 你要是再不脱 我就弄死他 这苏建业是怎么回事 这么长时间了 还没把董事长接回来 没准是路上堵车 或者是董事长想在牛途村 都逗了一会呢 我行吧 去 那样子又跑到哪去 老秦 哎呀 好嘞 我刚看你女子游击 给比较老李家的 啊 死丫子 马上就要结婚了 还往得杨家跑 打死你去 快撞 我脱还不行吗 我让 你不要 你啊 我也不想脱 不是我 我不想跟他们欺负你 不要 让我怎么默默 你又愿意的话 老子帮你说 老子在外面买死多少女的 老子说什么 住手 你想对我女儿干什么呀 小子弄个座 住手 你们想对我女儿干什么呀 爸 女儿 你没事吧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欺负我女儿呢 秦东来你放肆 站在你面前的可是苏家少友 竟敢对他不敬 苏家 不好呀 竟敢敢得罪苏家 你是想让我死吗 爸 不是我要得罪他 是他要强拆李扬家 还欺负李扬 难道你要让我看着李扬被欺负吗 李扬 你没死 你回来了你 竟敢说 我不要叫我说 我不是你叔叔 你们人家 本来就是丁 现在 你这声说 害死我 说 闭嘴 你这个贱东西 我就知道你忘不了这个活浪费 走 让我回家 不然我把你拿走 我 我这次回来 又是迎娶温然的 他等了我这么久 我一定会给他幸福 幸福 你一个十年都不敢回家的窝囊费 就是个垃圾 你给我女儿屁股 爸 怎么能这么说李扬 我怎么不能这样说 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他从小就没爹没妈 不是垃圾是什么 怎么 你现在隔壁中午我也快啊 难道你忘了 受复了十年呀 叔 我确实从小家境不合 也确实十年没有回来 但是这十年 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温然 一直都没有忘记当初的承诺 你在外面打拼了十年 什么人样也没有混出来 照样是个垃圾 怎么 在大城市里面找不到媳妇了 就回来祸害我女儿去 爸 李扬不是这样的人 不是这样的人 你爹我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过来 一个人有没有本事 但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你看看这个理由 从上到下 一身的穷酸 就凭他 学我 安倍 杀心妄想 叔 你真的误会我了 我不管你有什么目的 从此以后 我女儿专一 走 不回家 爸 我不想回去 我不回去 不想回去 是马上要结婚的人 还就在想这个废物 见不见呀 婚人 你要结婚了 我女儿当然要结婚 不然 还真要耗死在你这个废物身上 李扬 我 我已经和别人订婚了 三天后就是正式结婚 你应该早点回来 哈哈哈哈 有意思 真有意思 李扬 你这个废物 作为一个男人 连自己的女人都贪 还敢跟我 不怕你这 小女朋友挺漂亮的 老东西 给你一百万 把你女儿嫁给我怎么样啊 你敢 苏少 您真的愿意 娶个我的女儿吗 怎么 不愿意啊 愿意 十分愿意呀 苏少 您是豪门少爷 能看上我的女儿 姓呀 我妈 啊 你看 我女儿长得这么漂亮 你这财力 是不是 太少了点 看看你这财迷的样子 五百万 够不够啊 他肯定够了 哈哈哈 秦东兰 温然可是你女儿 你这风鸣叫你在卖女儿啊 我卖女儿怎么了 怎么了啊 那怎么了 我含辛茹苦 还想这么大 我多少拽个狐狈 是谁啊 爸 我不嫁给苏昊 这件事情留不得你 老他有钱 你必须得嫁 苏少 我现在就把我女儿带回去 等着你拿彩礼 你去他啊 走 回去 不回去 怎么 你敢不听老子的话 你想造反不成 回家 苏洋 博人 博人 苏浩 你不管想拆户丫头 你想牵我跟你 你们都是想 我也懒得给你这个废物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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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有省的电话怎么一直打不通啊 有电路下来的几位自从是牛鸡鸡鸡鸡鸡 有事请向牛鸡鸡鸡 我们去看看 我 我 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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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人要向管事长 求求人 跟人总是公道房 跟人总是公道房 怎么了这是 这是成长文献 牛头村被违法强拆了 是是是 在居家厨 我不在的时候 强拆了我的楼房 我那年迈的老母亲还在里面 至今还跑在医院里 从头到尾苏家可没给我一分钱啊 我二死了 跟我账户 我把所有的回答给打到了队 苏家也要被撑了 苏家却让我这么减乎我们啊 苏家竟敢这样的牙层面 他才找死 你好 董事长有危险 大哥 有大哥在 今天我让你们几个付出代价 我李洋 我李洋 撑上我为人 行了李洋 你就别在那给我装腔作势 你要是李氏集团董事长 怎么敢嚣张成这样吗 李玥 那一会就拿这个铁锹 你这两个废物上路 副少 您这么多打手 一个吧 你大哥的死 你别以为你这个当弟弟能逃脱他俩责任 不动 和我没关系啊 这都是李洋干的 他他不是我大哥 跟我没关系的哈哈哈哈 李洋你看到了吗 你的亲弟弟都不知道你 你还敢在这受伤的什么 你不认大哥 我认 他就死了 我也要和大哥死在一起 行了行了 眼下见董事长要紧 赶紧把这人解决了 都给我住手 谁敢动手 谁敢动手 陈秘书 陈秘书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好有我迎接董事长的吗 那的好事 陈秀 你怎么在这 你不是应该在酒店吗 这里有个垃圾冒充董事长 罵充董事长 对对对 这家伙叫李啊 是个十年未归的一个废物 不仅在这冒充你自己 死活的董事长 亲自签手的向我说 陈秘书 你少玩无躁 我和唐总监处理所有的事情 最高规格 迎接董事长 迎接董事长 你们也配 陈秘书 您这是 我看 我看 你什么 他怎么会是 你个小小的项目总监 你个小小的项目总监 连见董事长一面都不够格 对对对对对对 你有什么资格质疑董事长的身份 我原来你没说谎 真的是李氏集团董事长 作为你的大 我真的很失望 大哥我我 董事长 这些文件清晰的记录了苏甲 在牛头村旅游项目开发期间 联合唐新制造多起违法强拆事件 惹得牛头村名不良审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是假的呀 这文件啊对对对 这些文件都是些丁子库捏造的呀 捏造丁子库 你可真是让我照开眼界啊 那我是不是也是丁子库啊 如今大 你听我解释啊 听我解释 欺难吧 唯非作弹 你们不光要拆我的房子 还想成我李洋的女生 苏甲也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从现在起 终止于苏事公司的一切 别让苏甲永久从命 陪我靠近 立刻可以一起送给绑帮你 你别呀你呀 啊不对 董事长 李董事长 我 我不应该动你的女人 是我干系 你大人不递小时候过包藏屁房 自作你不可 我 董事长你千万别开除我呀 把他们三个拖下去 啊 啊 董事长 啊 董事长你给我一个机会 董事长 我 我 我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我 我错了 你错了 好轻飘飘的一句 你难道没有想过 这么多人因为你终于处在痛苦之中 那难道就是一句你错了就能带回去的吗 难道你口中所谓的前途 就是非得建立在所有人的痛苦之上吗 大哥 这都是苏甲干的 和我 和我没有关系啊 你还狡辩 今天要不是我回来的 你是不是也要为了强差 牺牲掉小妹的性命 你口口声声说你 错了 我在你的眼里没有看到一丝的 你太让我失望了 大哥 我真的错了 原谅我好吗 原谅 你 你派着这么多相信流离师 你最该祈求的是他们的原谅 想想 磕头戒罪 我命令你 向咱们李家 向我们死去的爹娘 向牛头村全体的村民 磕头谢罪 我磕 我磕 阿玥 我知道 你从小就瞧不起咱们牛头村 瞧不起咱们 但是你要明白 做人不能忘本 这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根 这这刻 五哥 二哥他也是迫不得已 爹 娘 孩儿不想 让李家蒙凶了 在这里 我李月 向爹娘 磕头谢罪 是我对不起的 小时候 我爹娘死得早 我和大哥 小妹 明明都是吃着你们摆下饭长大的 可我竟然做了白眼了 对你们恩将仇报 我 我不是人 我知道我伤你们太深 你们都恨到我了 我也不敢奢求你们的原谅 要当要吗 随你们便 我活该 我活该 算了 有娃子 别再磕了 非烟 有娃子 你是做了错事 善爷爷和大家都很恨你 但善爷爷和大家不是不明理的人 你从山沟里走出去的 没钱没钱的 也很难 只有 是错就改 你还是个好孩子 是 是错就改 就还是个好孩子 叶空 我们原谅你了 小爷爷 大哥 我错了 以前的我 是那么的不懂事 从来没跟别人提过我们的家境 甚至找到 连我们的家 连牛头村都不想回 我竟然那么多忘卫 但我现在才 这里 这里才是我们的家 大哥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大哥 希望你要受到做到了 大哥 我们终于可以冲归于好 但是小妹 你的眼睛 是我弄下 放心 小妹的眼睛 我一定会找 哥 我的眼睛真的能好吗 承越 立刻联系国外最顶边的颜柯医院 让我想能尽快追 是 实际上明白 董事长 相信思雨小姐很快就会好想 你们一家人很快就可以重新见面了 对了 您的弟弟李悦 他拒绝了您给他安排的管理层工作 坚持要从基层做起 他说 这样才可以撑得上这名字 让他从基层做起 一点一点 你好 小妹跟阿姨的事处理完了 接下来 该处理我和温然的事了 温然 无论如何 我都会做 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 会被千万才 迎娶温然 你个贱宗 你苦着个脸给谁看啊 老子告诉你 你嫁不到苏绍 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嫁给罗蓬 通通没有 我死都不会嫁给罗蓬的 你现在还想着李洋那个垃圾 你怎么好好想一想呀 得罪了苏家 那有什么好处呀 我估计就早让苏家给弄死了 娘他不会有事的 他说了他要来娶我 你 哎大哥呀 哎呦 这温然今天是怎么了 今天这大喜的日子 怎么 不开心了 马上都要嫁给罗蓬了 这个贱东西说 他不想嫁给罗蓬了 反想着牛头穿 李家那个李洋的 你说亲人不亲人呀 李家的李洋 哎 这不行啊 哎呦 文人 我可告诉你 那罗家的钢铁厂呀 那少说 那也值几个亿 那罗蓬 那是罗家的独生子 那是妥妥的富二代呀 那能保你一辈子 衣食无忧的呀 李洋 那就是个屁 他去打工都十年没回来 我估计呀 他死了吗 婶儿 李洋他没死 他回来了 就算是回来了 但又能怎么样 那也不能和人罗头比 贵然呐 你能嫁死罗家 那也算是给你父亲 给咱们秦家一脉长脸吧 你听话 花花刺也罗少 你堂弟呢 人了一个好东西 你们一口一个一口一个 为了秦家 你们有谁在意过我的感受 明明我 杏文人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闹皮剧和罗家回婚 不断了我进入楼市钢铁城的机会 我和你没完 我是你堂子 难道在你心里 我就是你换去工作的筹码 没错 你没有选择 这老婆 你今天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请问人最好给我老实点 屋然我不光要你了 老婆呢 老上 屋然我爱你 至少你答应嫁给我 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啊 哎呀哎呀罗上 我们人今天身体不舒服 咱们直接拜堂成精入洞房吧 哈哈哈哈 拜堂 亲家们都没来的怎么拜堂 你糊涂呀 咱先拜堂 跟我们再说 这不是保险了吗 心里煮成熟饭 油不得温然 这样保险 我明白了 先拜堂 先拜堂 哈哈哈哈 好 那就走吧 跟老子摆住 结完婚了就玩死了 老婆 今天我就把我女儿温然 克服给你了哈 老师 哈哈哈哈 开始吧 一把天地 上车 二贝高桃 老师 我不要家 我不要家 夫妻对办 情人 最后给我老实一点 小姑娘你怎么能老实 你要他有一个我 他一定会来娶我的 谁敢帮我的女人叫人 谁敢让我的女人嫁人 你真的来了 温然 我说的我一定会来找你 听懂来 这个穿得像乞丐一样的垃圾 谁呀 这 我是温然的未婚夫李扬 李扬 我就说秦文然这个贱力怎么突然不愿意嫁 原来是你这个垃圾回来 罗鹏我跟你说过的 我不愿意嫁给你 是你小心用钱买通我爸 他让我爸让我嫁给你 那又怎样 只要是我罗鹏想得到的 就没有得到 你 女儿 李扬的垃圾已经在乌了你十年了 已经够意思了 罗鹏家是很好的 你嫁给他 就是过去享福 你就别讲了 就是啊秦文然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赶紧嫁给罗嫂 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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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过滤态度 我知道 这十年我的确耽误了你太久 如果你不愿意再继续看我走下去 我不会再纠缠你 但如果你不愿意嫁给别人 我以下你什么 没有人可以强迫你 好 我不嫁 你个死丫头 你是想吃一死我吧 疯了疯了 秦文然 我放着好好的过代的日子不过了 你不要选择这个穷鬼 我可你这是疯了 你豪杆的胆子 你们谁都别想赌我 不死都不会嫁给罗鹏的 这辈子 我只和李扬在一起 秦文然 你真当我罗鹏是你捏的好欺负吗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乖乖的嫁给我 你不及罗鹏 把我伺候舒服了 我就杀了你这次 只有你 你不是很喜欢秦文然这个贱 那我就让你跪在我和她的床前 看我是怎么玩弄的 让你跪 你也配 文然 有我在 你不用怕 她不能让你崩毫 她能给你的 我能给你 她不能给你 我同样能给你 我要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李扬 李扬 你 你个拉 说大话 你得罪了苏家 苏家不合你计较把你放 你现在又来得罪博少 知不知道你这样害死我们秦家 害死我女儿子 要是 我要让秦文然成为全天下最幸福的 你也不照照镜子 要你这样 怕是连取秦文然的彩礼都拿不出来吧 你不是我 你又怎么知道我拿不出彩礼啊 你出门打工持续 才是这副穷酸药 怕是回来的车票都是捡垃圾赚的吧 你拿什么拉住彩礼 又是 你要是真有钱呀 你赶紧去把你的心思面比起来 就这一只 别想你逼你 既然你说你有钱 那我就陪你 我呢 给了秦宗来补上来 外加各种经营预计 总价值近百万 不够我还可以在家 你要是能拿出比我好的财力 我就把你当个屁给放了 你要是拿不出 不要 李扬 罗鹏他家光钢厂就市值上义 这一两百万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这不是我们普通人能比的 你不要和他比 钢厂市值上义 彩礼百万 对于普通人来说 确实算是天话吧 不过 也就那样 只要我愿意 别说是十亿 把业我都能拿得出来 你 确定要和我比 你今天是真的很少 罗少 你别听这废物在这儿胡说八道 他的财产就是他家那个破房子 财产款 但是 没筷 他屁事都没有 我还什么和你比呢 对吧 不是谁都能在我罗棚头上撒野的 你今天要是拿不出比我好财 绝对让你死得很快 好 既然你想比 那我就和你 十分钟 把我的彩礼给我送过来 李密 丁分两路 你们几个即刻出发去店内 将给董事长准备的彩礼举走送去酒店 我现在出发去酒店面见董事长 是 十分钟 把我的财力给我送过来 这垃圾还以为自己是什么大人物 一通电话就能呼风唤雨 你是在做梦吗 我是不是做梦 你等一下就知道 亲伯父 十分钟之后 你就会明白 究竟谁才能给你女儿幸福 让你女儿成为全天下最幸福的人 你真的 至于你们 你们竟然为了一己私利 出卖温然让温然嫁人 等下 我要你们跪下 向他磕头道歉 屁的磕头道歉 你这种垃圾 别说给你十分钟 就是给你十倍早 你也扳不起什么疯了 还想让我们一家 给他磕头道歉 你想多了吧 罗总 依我看 像这种废物 应该持续乱棍打死 免得打扰你 你结婚的雅星 不解 你这是十分钟吗 我罗棚打得起 垃圾东西 你不是喜欢显摆吗 那我就不妨提前告诉你 李氏集团 一枪投资我罗石钢铁厂 罗绍 您口中所说的那个李氏集团 难道就是大厦最紧急的那个集团吗 没错 我罗氏已经收到了李氏集团发来的文件 再过不久 我罗氏就能和李董事长达成合作 成为这海城最藏室的家 李氏集团跟罗氏钢铁厂有何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李氏集团高高在上 是大厦第一集团 你这种废物怎么可能知道这种事 就是李氏 你少在这给自己招脸吧 一个垃圾懂什么叫投资 一个连大学都考不上了费 也敢对罗绍的商业运作指索化账 你听得懂吗你 好歹我也是海外金融学硕士 这个垃圾连学都没有上过 自然是听不懂本少在说些什么 你回来呀 你听听 你罗绍多优秀呀 那狗公是富二代 那还是海归 硕士 哎呦 你再再也看 人嫌狗戚的玩意儿 哎呦 给我们罗上提鞋呀 弄不退 垃圾当心 以后在海城见到我罗棚 给我立下 你想多了 我告诉你 李氏集团永远也不会投资罗氏钢铁厂 你说什么 李啊 你充满打工这十年 不会把脑子打傻了吧 你以为你是李氏集团的主餐 你说不会就不会啊 这鬼气 好好的一场婚礼 都被你个垃圾给搅破了 秦东莱 我耐心有限 赶紧把这个拉几个文件出去 呃 是是是 老赵 我这就把他赶出去 李氏 你死了这条信 我不可能让我女儿 你在一起 断了衣裳 马上给老子滚蛋 彩礼马上就到 我为什么要 你个废物还没完没了了是吧 告诉 你就算在打一百年的功 那些彩礼也不可立即投得起 彩礼能不能投起 你们一会儿就知道 得了李啊 你这个垃圾从进门开始就吹牛吹个不停 我告诉你 十分钟马上就要到 你要是拿不出彩礼 就等着被罗哨弄死 别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后悔的只会是你了 还敢嘴 你要找死 我就好好先收拾收拾你 彩礼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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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李洋 特送保时捷GT限量版一台 金条66块 子府天字号别墅一栋 作为彩礼 迎娶秦温然 我的彩礼到了 这小子居然真的把彩礼拿出来 罗哨 这李洋 又是保时捷又是金条 还有什么别墅 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假的 全都是假的 秦东莱 你不会真的被这个垃圾给骗了吧 先不说其他的 就那66根金条就价值3000万 你觉得这个垃圾有能力拿出来吗 你说我的彩礼是假的 不是假的 难道是真的吗 还有那台保时捷GT限量版 那台车在国际上都是一车难求 你竟然当做彩礼送给秦家 你是在开玩笑吧 哦 对 这车钥匙 不会是个打火器吧 还有那些金条 房产证 李洋 你知不知道子府天字号顶级别墅价值多少钱 一千万 就你这种垃圾打工一千年都买不起一栋 所以 你的那些彩礼 假的不能再假 李洋呀李洋 你竟敢用假彩礼来护 秦东莱 你就这么相信罗鹏的一面之词吗 我刚才还就奇怪 你一个垃圾 竟然随手就能送出价值数益的财力 骗嘴吗 骗嘴吗 请问一下 正大你的眼睛 好好看一看 这就是你喜欢了十年的男人 一个撒谎成性 没脸没皮的垃圾 我相信李洋 我相信李洋 给我的财力都是真的 你 我打死你 听到吗 什么 想打人 这是我秦家的家事 他轮不到你来插手 让你 就算我让开又能再样 你李洋就这样 只能看着自己的女人被别人抢去 什么也做不了 记住了 今天在我秦家这么一闹 我绝对会去找你李洋的事 对了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你还有一个瞎了眼的妹妹吗 看前点 指不定哪天 就让人给忘 你找死 敢踹我 敢踹我 你这几个哈记 你这几个打我儿子 他有没有王法了 你这几个哈记 我今年的酒院还落室 我家里屋唬人 还打我儿子 现在今天绝对不能放过你 我已经拿出了我的钱 是你们秦家不领秦 还有你 秦明慧 我会让你后悔侮辱我妹 今天 温然我必须要带着 谁来 李洋 我警告你 我们罗家出过彩礼了 他们秦家也收了 所以这个贱人从今天开始 就是我罗鹏的 你要是敢 这世界上 就没有我李洋不敢做的事 小子你太狂了 敢敲我罗家的心 我看你是活的不耐烦了 敢抢我罗家的心 我看你是活的不耐烦了 爸 你们终于来 就是 这个叫李洋的垃圾 竟然敢抢婚 抢婚 秦东来 你收我罗家百万彩礼的事 倒是痛苦 现在出了这么大脱子 最好我解释清楚 哎呦 罗 罗家族 这里要跟我们秦家可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也不知道 会发生今天这种事的呀 秦东来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家女儿早就跟这个垃圾丝丝丝合约 协少误会 这真的是误会呀 没有什么误会的误会 既然这个贱不知好歹 非要跟这个爹做 那我罗氏的百万彩礼 而且是十倍奉还 什么 十倍 那几乎是一千万呀 我们秦家 怎么能拿出这么多子台铁呀 我 不然 你 不管说什么 也得嫁给罗少 不然的话 我们秦家就完赞了 我可是你爸呀 你不能眼睛看着我死亡啊 我 现在想起你是温然的爸爸 但你用温然换取利益时 怎么又没想到 她是你女儿啊 李扬 你少子俩说不良话 要不是因为我女儿 能不同意嫁给罗少吗 啊 我看这一千万要赔也是女儿 爸 你说什么呢 怎么能让李扬赔这一千万 而且 李扬怎么能拿得出一千万呀 那我不 要么你嫁给罗少 要么 李扬拿一千万出来 没错 李扬要是能拿出一千万 我就支持你嫁给他 不然免贪 怎么支持温然了你 哇 事情已经冒到这个地 婚礼肯定办不下去了 咱们现在只好老公 全部甩给李扬这个大钱 咱们请讲 我独偷那一百万的财力 你不错 我儿子说的对呀 李扬 你要是想起我们家温然 你就负起这个责任来 把那一千万的赔偿款给付来 是这个道理 只要你李扬能够拿出这一千万的赔偿款 咱们以后 我们前一家也不会再阻拦你们两个了 是不是只要我拿出了这一千万 你们就让温然嫁给了 李扬 你不可以为了我赔偿这一千万 你知不知道这一千万有多少 是我们一辈子都拿不出的呀 秦温然 这就是你不肯嫁给我得罪我的下手 就李扬这个垃圾 连一千万都拿不出来 你还想嫁给他 那你还真想嫁给他 我要嫁给李扬 是因为我爱他 他没钱 我也爱他 我也要嫁给他 谁说我拿不出这一千 你真以为 你拿着那些碰了金色油漆的铁块过来 就嫁去一千万吗 你说我护能十分呢 经理这种垃圾 凭什么那有一千万 凭什么 就比我是李氏集团董事长 你说什么 你是李氏集团董事长 这家伙子刚开始进来就不停在出 现在好 竟然自称自己是李氏集团董事长 那你真是好大的胆 在我罗宏盛面前冒出李董事长 他你是不想活了 不想活的 是你们多讲 好 很好 既然你连李董事长都敢冒出 我看这场婚礼 很快就会变成你的造语 我已经邀请了李氏集团的财务总监 段少杰来参加这场婚礼 看你怎么辞 您真的邀请到了段总监 看来我们跟李氏集团的合作就忘了 这段少杰可是把痛了李氏集团的财务支出 你爸费了很大的人脉 他把他请过来的 只要我们把他伺候好了 这李氏集团的投资 要多少 有多少 这段少杰不过是个财务总监 他哪来的权利擅自投资 你这种垃圾怎么会知道李拜托 段少杰身为财务总监 总有办法动用李氏集团的财务资 后续只需要钱补亏空 谁能发现钱被挪用 如果这段少杰真如你们所说 那他总监的位置 你就坐到头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透露这么多内幕吗 就因为你这种底层垃圾 在我们这些上层人眼里根本就构不成威胁 捏死你 比捏死一只蚂蚁还见 差不多可以了 不能让段总监看到这个废物 在这里装疯卖傻 招呼几个保镖 把这个废物给我赶出去 婚礼照旧 就算装样子 你也给我装到段总监离开 这个废物要是不听话 就给我打 打死 都合理你 没问题 还有你亲妹啊 你要是再不给我罗家面子 我一定要你勤奖好看 我一定会带温然斗的 谁来都没用 罗家主 不好意思啊 我来玩吧 不会不会 段总监一路辛苦 这背景 段总监 九阳大名 段总监 这位就是我 段少监 我这么幸运 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 你是 段少监 我这么幸运 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 你是 你 你好 你是不是疯了 段总监 这人就是个神经病 您不用理了 你认识我 段少监 你别忘了 你这个位置 是谁给你的 谁给我 一年前 李氏吉端高层会议提议 而后李董事长亲自提名 我才能成为这年薪 千万的 才能成功 虽然在公司入职多年 我成为将我李董事长真弱 但我依旧感谢他对我的提醒 至于你 我为什么要回报你 真是莫名 奇妙 罗皇上 我特地从上京赶过的 你就是这么招待我 段总监 您听我解释 你自己要相信 我们罗家的机会就要黄了 段总监 这人叫李洋 是个到处打工的废物 原来是个仇富的农民公伙 从刚才一开始 他就自称自己是李氏集团的董事长 什么 你敢冒充李董事长 你不想活了 段少姐 你是没有看公司 对我形成的公告通知吧 董事长的返乡公告 最近回乡是查工作 返乡 牛头子 你 你真的是东西长 段总监 你不是开玩笑吧 这家伙 李洋 能到真的是李氏集团董事长 不可能 董事长都返乡多少天了 早就回到了上海了 而且 董事长的飞机已经到达了国外 飞机外人从来没有做 你这个垃圾 根本不是董事长 现在连段总监都不承认你的身份 看你还怎么狡辩 罗公相 这个家伙敢假冒董事长 真是大理不道 赶紧把他清理掉 随后啊 我好在董事长面前跟你邀功 对于李氏集团向罗家投资的事情 我们稍后商讨 不经过集团的同意 拿集团的钱给别人 赶紧 你好吗 我们李董事长不可敌过 我挪用的这些钱 不过仅仅是纯一毛罢 我只要在规定时间内 把钱还想让大家相安无事 得乐而不离 你这个垃圾懂什么 还在这装模作样 等会我就会让你明白 到底是谁在做 陈燕 三分钟之内 你就在我的面前 快 再快点 陈燕 你这个废物知道的到底多的呀 连董事长秘书的名字都知道 知道呦 难道这个垃圾还真的能一通电话 就把陈秘书喊过来吗 我看你真的是意想 先看 据我所说 陈秘书在李氏集团的地位 仅次于李董事长之下 在上角 那也是风云人物 就算顶级船柜想见上的 那都是难上加难 就像你这个费用 陈文然 你看到没 这就是你喜欢了十年的男人 一个窝囊 废物 满嘴跑火射的垃圾 他现在同志们 你跟着他 谁都死漏一跳 李杨 我们 文然 我说过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 我看你死了还折给陈燕兴兴 都给我上 把这个垃圾挡 丢到河里未遇 都给我住手 都给我住手 你谁啊你啊 我的名字 我还不配置了 我 李寅 他就是陈秘书 为什么 他会来这里 爸 这还用想为什么 一定是段总监为了安排我们罗家跟李氏集团的合作 特定邀请了陈秘书来参加我们的酒席 对啊 老公 一定是这样的 段总监 真是太感谢您了 我没有联系陈秘书 难道 这里洋 原来如此 陈秘书大驾光临我罗家的酒席 史前不知 实在是都很有代码 大驾光临 陈秘书 我是秦东来 今天是我女儿和罗家少爷 我朋友婚女 还请您赏个脸 赏脸 我为什么要给你们这群有眼无猪的人赏脸 这 这陈秘书是怎么了 若是我们两家多有得罪 还请陈秘书谅解 恐怕你们该赔罪的人不是我 我叫陈秘书 让我走 属下陈燕见过董事长 属下陈燕见过董事长 啊 你 你啊 他真的是李氏集团董事长 不敢吗 不敢吗 这这真是怎么回事 真没错 那你是不是看错了 这人名叫李 跟李氏集团没有半毛钱关系 你们罗家 哪来的资格质疑董事长的身份 那 董事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赞少杰他自己都已经自身难保了 你还是多考虑考虑你们罗家 我走了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早知道是你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啊 一百个胆子 我看你段少杰身上有一千个一万个胆子 私自挪用我李氏集团的资金给你自己做投资 赶快全集团上下 还有谁被你反击的 董事长 你看我其实听我解释 你没有想说 我这也不敢这也不敢了 台务总监段少杰 因罗用资金涉嫌为法为继 发发武艺 并开除职位永远不杀 各行业永不录用 各行业永不录用 带走 各行业永不录用 少女主 不 你一都是吧 你 其实我们罗家也没有要取勤奸小女的想法 如果你们情投意合 我们罗家 愿意相让 这百万彩礼 我们不要了 对对对 都不要 都让给你 让 你们难道忘了 不是来抢 你们难道忘了 你们刚刚是怎么对我赤字以为的 这 还有你 为了一锦丝里出卖了人 便就挡回一家人 你啊 你也知道 东来说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我们秦家穷 我弟弟向左 好不容易生了个儿子 要为我们秦家传宗接代的 他要买房结婚 要用钱呢 把女儿卖了 给弟弟养儿子 你还真是兄弟秦生啊 如果你嘚瑟的时候 你就算是董事长 你娶了秦温然 我还是你兄弟 你放肆 你 你什么套儿子 任何对董事长不敬的人 我都不会欺负 呀 你有怎么样才给放过我们呀 除了秦东来以外 你们所有人 全部跪下 向温然道歉 让我们跪下 向这个女人道歉 你 不可能了 你啊 你要真心想娶慧然 咱们以后就是亲姐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就是没有秦小姐 你们连跟董事长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若是平日里你们对秦小姐好些倒也罢了 现在这个情况 秦 你们也配 你啊 你就劝劝李扬 毕竟 他是你叔叔 你让他给你下跪 就作为长辈 你看 真难看啊 李扬 要不算了吧 温然 凭什么算 他们这么对 你要是不忍心 我记你出这口气 跪下 快 快 快 你知道错了 不然行 对了是错的 你原来是什么 不能 夫婦 滚 哎呦哎呦 温然我爱你 以后我要让你成为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李扬我也爱你 贏你 我心想把你甘光